六一儿童节之际,拉妈贾经文却让粉丝惊吓了一把,他在微博杀出自己右手缠满纱布的照片,撇嘴委屈说,我承认我很笨,自己烫伤自己,但你有必要包成这样吗?点名男友修杰凯。原来是贾经文自己烫伤了,但修杰凯为他包扎的有点夸张。 面对贾经文的控诉,修杰凯不紧不慢地回应说,就跟你说我有上过礼品包装的课程,你又不相信,现在信了吧。 这一堆又在公然秀恩爱了,粉丝们也非常赞成修杰凯把贾经文的手给全包了,这样贾经文就不会乱折腾,以便再度伤到自己以及腹中的宝宝。 刚跟贾经文斗完嘴,修杰凯就晒出自己在影院外后场准备看电影的自拍照,不知是否带贾经文同行。 网友留言说,你老婆伤了还在看电影,还不回去伺候。 既然修杰凯还有嫌弃一直看电影,也说明贾经文的烫伤并不严重。 夜市的前面中心,12报道。